台新闻的独家报道 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用来缓解胃部不适 也具有软便效果的指示用药 养霸美去年爆发了缺货危机 当时食药署核准 优良生技公司专案制造 一瓶一千颗装 健保盒价是160元 但是呢 却有药局的药师收到货 发现自己买一罐要付250块 结果呢 医院却只要付健保盒价160元 怒轰相当的不公平 而在截稿前 被点名的药厂并没有回应 健保署也表示 这样的行为 药厂已经违法 最严重将会取消 一年健保给付资格 健保价一罐160 给我们是250 拿着药厂出货单 药师好傻眼 养化美250毫克定计 从去年底持续缺货至今 好不容易订到一罐 却疑似买贵了 为什么社区药局就是要 硬药比较贵 我跟其他药师讲 我说有益就饿 养化美一般用于 中和胃酸缓解胃部不适 也具有软变效果 当病人出现胃酸过多 消化不良等症状 医师常会开立 养化美作为指示用药 不过药师投诉 2月份和3月份 分别收到 优良生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和信东生机股份有限公司 出货的各一罐 养化美250毫克定计 一罐都是1000颗装 售价均为250元 已经高于健保盒价 160块钱 而且优良生机 还是政府唯一 核准专案制造养化美的厂商 药师担心厂商是否 趁机哄抬价格 分级医疗变阶级医疗 现在所有的社区药局 都是拿到250的价格 可是地区医院 确实是160的健保价 如何做这个分级医疗 就看这个健保署 他要怎么做 健保署回应 若药厂出货价格 高于健保盒价 已经违法 依据规定 药商以高于支付价 供应给特约医式服务机构 经通知改善 人未改善 保险人得将该品项 不列入健保给付范围一年 这也代表最严重 药商恐怕会被取消 健保给付资格 厂商供给我们的特约院所 它是必须要低于健保价 不能高于健保价 是可以填写 我们的一个反应表 圈药问题指示未解 如今又爆出药厂售价 疑似违法争议 非常时期 政府相关单位 已经着手调查 记者来小时 前见国许兄明干人地 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